感谢主 马可福音第八章第一节说 那个时候 前面有个又 这不是第一次了 又有许多人聚集 当许多人聚会的时候 和一个人聚会的时候 不一样 当你单身的时候 和你有家有口的时候不一样 我们在中国经常听到一句话说 一个人吃饱 全家不饿 我一个人在旅行的时候 我一整天不吃饭 没问题的 我不是一整天躺在酒店里没有事 我是从早上起来就有事情 去见人也好 去讲道也好 去为别人祈祷也好 因为一整天忙的都没有时间吃饭 到了晚上你说饿不饿呢 也饿 但是呢 已经饿到不想吃了 洗吧洗吧 睡吧 因为一天也挺累的 所以 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不吃饭 没问题 我知道 这个线上的几个人 还有我们教会的几个人 都是工作狂 工作就是我们的粮食 忙起来 不饿 不累 忙完了 又饿又累 但是已经不想吃了 洗吧 睡吧 然后像我是这样 当然我知道有一些人 不管多晚我还要吃点再睡 OK 所以慢慢的大家体型就不一样了 那一个人聚会的时候 或者少数几个人聚会的时候 很简单 但是人多了就不一样了 中国话讲 丁马未动 粮草先行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耶稣不是一个好的管理者 我加眼号 耶稣不是一个好的管理者 你把这么多人组织起来 你搞了这么大一个聚会 当然我们也可以 不把锅甩在耶稣身上 那不是耶稣组织的 是大家慕名而来 是大家慕名而来 所以我盼望未来我们的教会 就是这样的 不是我们组织的 如果大家听说我们在这种聚会 他们就来了 感谢主 哈利路亚 就好像下周 我们就有那个集体计时祈祷 所以我们也没有特别组织 但是呢 这个美龄就买机票 要飞过来 跟着我们挨饿 一起不吃饭 感谢主 所以不是耶稣组织的 但是就算不是你组织的 你也要负责 但是这个时候 耶稣知道有很多人要来 但是耶稣却没有提前 我在讲提前 安排人 做一些准备 比方说准备一些吃的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 那时又有许多人聚集 但是呢 没有什么吃的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特别想插播一下 昨天的一些感受 所以这个 昨天我去的不是很早 大概三点半 四点之前到了 那我到的时候呢 安德鲁正跟人谈事情 然后呢 那伊瓦跟Vivian已经到了 那伊瓦和Vivian都在那做着聊天 然后呢 我就问他们 你们怎么不做点准备工作呀 他们两个的回答是这样的 安德鲁你要听清楚 他们两个回答说 我们来的时候 没看见安德鲁 后来看见安德鲁了呢 安德鲁正在谈事 所以我们不知道做什么 所以今天 我们在其他的地方 我们会有这样的问题 那如果没有人组织 那其他人就不知道做什么 所以又有的时候 因为我们是志愿者 所以组织者也不好意思 不愤的去安排什么 好像工作一样 你干这个 你干那个 但是呢 我想借这个机会 插播广告 在我们教会 特别是当我说 这个事儿 我们支持的时候 那个被支持的人 你就不要有什么顾虑 所有的弟兄 所有的姐妹 你都可以像领导一样 安排他们 指挥他们 不管他们 在社会上有多么高的地位 也不管他们 在工作上是不是你的领导 既然这个活动 是你组织的 你就是领导 我讲一件事情 因为很快 我们要转到线下聚会了 我们礼拜天的聚会 现在是线下 很快我们要转到线下聚会了 我有一个 我不知道别的牧师 是不是这样多 但我是这样多的 我对我们教会 负责敬拜的人 我们叫 美国叫 Worship Pastor 我对我们教会敬拜 说 我说当你站在这个台上 开始带领敬拜的时候 你就是那个leader 连我这个牧师 我都要听你的 你说唱什么 我就唱什么 你说现在我们要一边唱 一边跳 我就跟着你一边唱 一边跳 你现在说要一边唱 一边拍手 我就跟着你一边唱 一边拍手 我说 你要带领整个教会 到一个什么程度 整个教会像一个人一样 能听清楚吗 能想象出来吗 整个教会像一个人一样 在上帝面前敬拜赞美 我相信 这是我们的风格 我相信 这也是我们大家 之所以喜欢我们教会的原因 因为中华讲 人心奇 太善意 所以 所以我觉得 安德鲁昨天有一点 不够 我找不到一个准确词 大概是不够自信 不敢安排他们 你就告诉他们 一边你干这个 那边你干那个 所以 虽然你不是领导 但是在那个时间 那三个小时 你就是领导 所以我想 这个叫作为我们教会 永远的规定 那我跟 威维言 我跟伊万 我已经讲过无数次了 我说 我们教会人少 但是恰恰 我们教会是一个家 家就是 我们不是嘴上说 我们是兄弟姐妹 我们真的是兄弟姐妹 安德鲁的事情 就是你们的事情 全力以赴 反过来 你们的事情 也是安德鲁的事情 他也会全力以赴 当我们每个人都全力以赴 去吃一个人的时候 这个人能不成功吗 我不相信 所以呢 既然我们来支持你 你就用好我们 你来用好我们 所以今天 我们不怕 被利用 我们不怕被使用 我们就怕没用 所以中国人骂人的时候 说你这个没用的东西 所以你要明白 我们赵景大哥还在吗 他下线了 他在 感谢主 赵景大哥 如果他来了 你就让他待着 你让他像一个旁观者一样 他未必开心 你用他 他觉得 我有用 是不是赵景大哥 我有用 所以今天 我在这里面 我们要想 所以 耶稣不是一个好的管理者 我加眼号 但是我们教会的弟兄 我们教会姐妹 都成为好的管理者 既然我们被神招出来 要办大事 我们就把每个事办得漂亮 既然办大事 就需要人 就需要钱 我有人给你们人 有钱给你们钱 没人没钱 我自己上 所以我想这个事情 我鼓励我们教会的 每个弟兄姐妹 我是这样对待我的同工的 我不可能这样对待每个人 我时间有限 精力有限 但是我这样对待我的同工 我的同工会受影响 受感动 我的同工会对待他们下面的人 这样一层 一层 一层 我们教会的每个人都会得到支持 百分之百支持 所以这个教会 想没有影响力 都难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面看 所以我 这就是为什么 我不需要一开始就搞一百人 因为我搞一百人 我没有办法服务好大家 所以我一开始就四个人 我一开始的这四个人 每个人再搞定四个人 四次就一十六了 我十六个人 按照这种模式 我再搞定 乘四 十六乘四 六十四 对 所以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 就已经六十四了 等六十四再乘四的时候 一下子就两百多人 而且最重要的是 不是一个虚胖子 光有这个体型 没有力量 我们是一个有实力的 我们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 我就想 今天在这里面 我就希望借着这个事情 我鼓励 这个赵景大哥 我鼓励 伊瓦和威维 他们虽然现在不在现场 我希望他们可以听力回望 他们的事情 我也是全力支持 我们不但我全支持 我们全交全支持 所以今天 我再讲一个故事 好多年以前 我送一个学生去韩国读程序 然后呢 因为那个时候通讯不发达 也没有zoom 也没有微信 可能有个QQ 大家也未必常用 因为不方便嘛 只有上电脑 才上QQ 手机也没有 所以呢 他去了韩国以后 就相当于跟大家失联了 所以那个时候 打电话也不是很方便 偶尔我跟他发电子邮件 所以有一次 我去韩国的时候 我给他一笔钱 他居然不要 而这个世界有意思 你给钱一点还不要 我说你为什么不要啊 他说牧师啊 我离开教会已经两年了 我跟教会已经没有联系了 听清楚啊 所以我 我无功不收录 我不好意思用教会的钱 我当时我就给他 狠狠地骂了一顿 我说你的脑子 好好想一想 什么叫你跟教会 没有关系了 我说我这些年 我去美国教会 那都是几千人 上万的大教会 我去美国教会 那个牧师说 Peter 你的工作很棒 我们决定支持你 花给我一笔钱 我从来我都拿着 为什么 因为 这个牧师 他有这个权利 他能代表教会 把这笔钱付了 我这笔钱也没有乱花 坐在神的工作上 我说反过来 这个教会一万人 我认识一千个人 都是下面的信徒 他们也觉得 我的工作很棒 他们想支持我 他们没有一个人 有能力拿教会的钱给我 我说一个教会 我不需要认识十个人 我不需要认识一百个人 我不需要认识一千个人 那是一个一万人多人的教会 我只需要认识一个人就好了 你们听得懂吗 我只要认识一个人 我就跟这个教会有关系 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告诉大家 所有的组织 不管他只有几个人 还是十几个人 还是一千一百一万 他总有一个头 所以今天 一个组织 如果有俩头了 那是怪物 你看那个神话故事 那个所有的怪物 都是俩脑袋 或者脑袋更多 所以头只有一个 这是为什么 我们基督教 坚定的强盗一神论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只要跟我 还有关系 你跟我还有联系 你就跟这个教会有关系 所以这个教会给你点钱 你就花 然后你感谢神的时候 你就为这个教会 祷告就好了 至于这个教会 这些张三李四方物 你认识你不认识 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毕竟你在韩国 他们在中国 通讯又不发达 所以你看 为什么现在 我每一年 会搞一个全国性的聚会呢 就是因为 大家通讯发达了 平时我们zoom上 都能见得到 但是呢 我们还没有真实的这种相聚 既然我们是一个假 那我们就要有这样真实的 这样的相交 所以我鼓励 包括玉玲 美玲今天有事情没来 我也同样 跟你们许下这样的承诺 既然你们 在上帝面前 感受到 上帝正在使用我来祝福你们 你们任我做你们的牧师 我也百分之百的支持你们 为什么支持你们 因为要透过你们在北加 我们开始一个不一样的聚会 所以 所以 所以你们的事情 在我们教会公司不分的 什么是 你的工作的事情 什么是你家里的事情 什么是你 你在北加 搞教会的事情 在我们教会是公司不分的 因为你想想 什么事上帝不管 既然上帝管 我是上帝的仆人 我就得掺和 你们同意吗 但是你们放心 性格决定命运 我又是那一个 不愿意掺和事的 你不找我 我也不找你 你找我 我肯定陪你 我再告诉你们个小秘密 过两天 我会专门飞一趟纽约 干啥去呢 陪别人相亲 你说这牧师是不是闲的 婚姻是大事 万一遇人不输怎么办呢 所以第一面 让牧师陪着过去看一看 你说重要不重要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就想告诉 每一个弟兄 每个姐妹 这个教会 跟你之间 所有接触教会都不一样 这个教会 你更 把它当作一个家就对了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在想 你要开店 做个生意 你父亲 会不会给你一遍 会 你要结婚 他会不会给你一遍 也会 所以 只要是你的事 只要是重要的事情 我们就支持 阿们吧 所以千万不要把那些宗教的观念 带到我们教会了 哎呀 这个是我自己的事 你就不麻烦教会了 这是我自己的事 就不麻烦牧师了 今天 只有在美国才有有限责任公司 在天国 一切都是无限责任的 阿们吧 你说有什么事 我们不找耶稣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作为牧师 我从来不会因为 教会的事 我才找耶稣 我家里的事 我也得找耶稣 没地方住了 你们知道吗 我们就跟耶稣祷告 祷告祷告 上帝预备了一个非常好的房子 感谢主 所以玉玲 如果这次你再来 我们还有更好的房子 给你住 上帝祝福你 那你看耶稣在这里面说什么 耶稣说 他们只需要听到就好了 他们想听得到 我已经讲完了 我讲完了 他们就可以走了 不是这样的 耶稣说 我怜悯他们 我觉得他们很可怜 我觉得他们不容易 因为他们跟我在这里 已经三天了 他们来的时候 可能带了一点吃的 但这点吃呢 一天比一天少 现在已经吃光了 吃没了 所以如果现在 我就让他们回家 他们必定是饿着回家 就必在路上困乏 因为其中 有人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 我一直在讲 整本圣经里面 没有一句话是废话 但是 今天这段话 你们慢慢的再读一遍 这个 这句话就像一个长者 一个很慈祥的长者 对晚辈的一份 深深的爱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感觉到 所以我特别的祝福玉林 我特别的祝福玉林 你不需要发出声音来 你就用心默默的 把这段经文读一遍 我希望在读完这一遍经文以后 有两件事情放在你身上 第一件事情就是 上帝就是这样爱你 没有一个人跟耶稣提要求 耶稣啊 我已经没饭了 我饿了 能不能给点吃的 伊瓦在线 对不对 我昨天 事情都会多 我中午都没吃饭 早上起来就忙忙忙 然后一看就到点了 我赶紧就去 那个搬桌子搬野子去 我到了那个活动场地 第一件事就冲到一家厨房 第二件事就把一家冰箱打开 然后 里面没看见啥吃的 拿了个苹果 然后主人看到了 我就赶紧跟主人解释 我说我那个 我没吃 然后这个主人说 我这位剩面条 你吃吧 我一看就是我不想吃的意大利面 但是不想吃也吃 因为还是有点饿 因为我之后还要讲到 东方我讲到七点多了 再跟你们吃饭可能是七点以后的事了 我讲还是吃一口吧 OK 所以伊瓦在现场 这个牧师的丑事都被自己同工组了 OK 那我想表达的是在这 我也没有去找主人 因为主人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很有爱心的人 所以主人看到我吃苹果的时候 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细节 我不知道 首先我要介绍一下背景 我跟主人并不是很熟 那第二呢 主人也不欠我什么 OK 我只是跟他是朋友而已 那我到人家 不经人允许 没跟你打招呼 冲进厨房 打开冰箱拿东西 这是一个非常不礼貌的事情 所以特别是玉林 我要上你家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 因为你先生是外国人 他们可能更讲究这些东西 所以我自己 我自己我很清楚 这是一个不礼貌的细节 这是一个不礼貌的细节 但是主人看到了 并没有不高兴 批评 你怎么上我们家 不说一声就放我们冰箱 没有 主人呢 反而把他中午吃剩的面条 做一做给我吃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想表达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是一个很生活化的场景 没有人求耶稣 甚至我也没有跟主人说 我说有没有饭 给我吃点 我也没说 但他看到了 他看到了我的一个不礼貌的细节 他就主动 把那个面条拿过来端给我吃 所以今天同样的 没有一个人跟耶稣抱怨 说我们还没吃饭呢 我们已经在这三天了 我们带着粮子吃完了 你能不能给我点 所以这是耶稣主动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要强调的是这个 我要强调的是这个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我盼望 刚才我鼓励玉林 我说你把这些经文 用心的慢慢的去读一遍 我希望两件事情发生 第一件 上帝就是这样爱你的 上帝就是这样爱你的 你的需求 你还没有跟他提出来 你知道我们在公司 我们要办活动 你先要打报告 申请经费 然后人家批了 你先要拿到经费 你知道吗 在这完全不需要 你还没打个报告呢 报告也不用批 经费直接下来了 这是天国 所以今天我希望 慢慢的大家 从这个世界上的一些经验 转到天国的经验 在天国里面 都是不需要打报告的 在天国里面 是你还没有跟上帝说 上帝的爱 上帝的恩典已经来到了 所以今天 我希望玉玲感受到这个 第二个 当玉玲 你感受到这份爱的时候 你试着用这样的爱 重新来看你的女儿 你就不会为她的一些行为受伤 你也不会因为她的一些行为 受到刺激相反 因着爱 你会做出一些回应 让她也能感受到你的爱 神的爱 在爱中 很多事情就变了 我奉主 祝福你 所以今天 耶稣这句话 特别的家常 特别的生活话 耶稣就把门徒们叫过来 耶稣对门徒说 没有人找耶稣 你们一定要记住 没有人找耶稣 是耶稣自己看到的 他看到许多人 他看到许多人也没有吃的了 他把门徒叫过来 他对门徒说 我怜悯着众人 因为他们 跟我在这已经待三天了 他们吃的都吃没了 吃光了 所以如果现在我就解散 让他们回家 他们肯定是饿着肚子回去 然后在路上会困乏 因为好多人不是在跟前 是很远的地方 所以我想伊瓦在 别别还没有上线 那我跟伊瓦 至少我觉得 我至少讲过两次 我说我们要帮安周 为什么 因为对一个人 办一个大型活动是很难的 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 一个人办大型活动很难 所以今天 安周从来没找过我 安周牧师我需要帮忙 没有 是我主动的 不但我主动 而且我也喊我们的同工说 我们来帮安周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想表达的是 我们的爱 一定不要停留在嘴上 甚至嘴上 我们都不需要说 我也从来没跟安周讲 我爱你 但是安周知道 他现在所在的 将会的牧师真的爱他 所以今天 这个跟着耶稣的人 没有一个人 感受不到 耶稣的爱 而且是一份神圣爱 而且最重要的在这儿 耶稣爱 这些人 我问你们 门徒爱不爱他 伊娃 只有你有资格回答 门徒也爱 仔细看 圣经 你说圣经 我没说你 我说你爱安周 耶稣是爱这些人 你看门徒是不是爱这些人 还没达到这个高度 对 听他们的话 门 第四节 门徒回答说 这是旷野 上哪里去买饼啊 怎么能叫这人吃饱啊 我们现在要 撞击一下灵魂 门徒们知道的事情 耶稣知道还是不知道 门徒们知道的事情 耶稣百分之百知道 这是旷野 没有地方买饼 甚至都没有地方做饼 我们是买也买不到 做也做不了 上哪搞那么多吃的 让好几千人吃饱啊 门徒们 看到的是物质上的匮乏 而耶稣表现出来的 是对灵魂深深的爱 我先把结论告诉你们 爱能创造神迹 如果你们打字方便就打字 爱能创造神迹 创造不好 爱能带出神迹 好像 如果你打字方便打字 爱能带出神迹 爱能带出神迹来 所以 门徒们看到的是物质的缺乏 所以这些年我当牧师 我劝我的同工 我说我们去帮张三 我们去帮李四 他们很多的时候的反应是 我们也没有弄多钱呢 我们也很忙啊 我也没时间呢 我也要加班呢 所以 他们看到的是 现实生活中的缺乏 我们的同工 这个有一些美国的同工知道 我中国的同工 没有一个是在家待业的 没有一个 都是要么自己有生意 要么自己有很好的工作 都是公司的 至少是中生干部 甚至高管 所以 我当然知道 他们很忙 我当然知道 他们常常加班 你知道 有几个人 以后我会慢慢介绍你们认识 他们经常下班回家的时候 阿姨已经 牵狗 唇遛狗了 就是 加班 不是加班到半夜 加班是加班到凌晨 加班 甚至到早晨 他们下班回家 然后 那个 有阿姨就开始早晨起来遛狗了 都五六点钟了 你知道 然后睡一会儿 睡一小会儿 他们十点钟就去上班 这就是我们教会一些人的真实状态 我相信 在北上广深的 这个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所以 所以我知道 他们忙 可是 我一直在鼓励他们看另外一件事情 你们知道 在中国我们办了一个免费的辅导班 每个礼拜六 每个礼拜六 给孩子免费补课 所以今天 今天我 我看到的是 那些困难家庭的孩子 我看到的是那些 外来务工家庭的孩子 我看到的是他们 因为中国把教育当作一个很好的生意 补课费 超级贵 那不是每个家能付得起的 而我们又恰恰有人 我们我们教会的人至少都是大学本科毕业 辅导 小学生 辅导出生是完全没问题的 只需要我们拿出爱和时间就好了 而我们教会的兄姐妹 拿出爱没问题 可是拿出时间有问题 真的很忙 但是时间跟钱补骗人 如果你不拿出钱来 你不拿出时间来 你的爱就是一句空话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想说 当耶稣让门徒们搞吃的 给百姓的时候 耶稣是知道门徒也没有吃的 但是耶稣第一句话就说 我怜悯这众人 所以爱和怜悯能带出神进来 我中文话说 女本柔弱 为母则刚 也是这个意思 就是我一个人 我没钱 算了 我就忍一忍 不吃了 但是一旦你有孩子 你一定会想办法去挣钱 去搞到钱 然后去养孩子 一个道理 所以今天 当人愿意去承担责任的时候 人就能创造奇迹 安州把句话打出来 当人愿意承担责任的时候 人就能创造奇迹 很多时候奇迹 不是没发生 是奇迹被我们自己给挡住了 因为我们不愿意去承担责任 所以呢 我们就碌碌无为了 因为没有神迹发生 但今天 当我们愿意承担责任 奇迹就发生 所以今天 我们在这里面 门徒们看到了 但是 门徒更看到的不是这些人可怜 更看到的是我们的缺乏 可是 耶稣也看到了 但是因为耶稣里面有爱 有怜悯 耶稣居然承担这个责任 耶稣不需要养活这些人的 用英语说 He doesn't have to do 他不需要的 但是因为他爱 他怜悯 所以今天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的教会特别强调 我们的弟兄 我们就要有责任感 因为当你有责任感的时候 就会有神迹发生 当你有责任感的时候 并且付出行动就会有奇迹 所以今天 我在这里面 我鼓励大家 我鼓励大家 去思考 重新思考我们的人生 对 当我们愿意承担责任的时候 就有奇迹发生 所以今天 今天 我看到 别人家的孩子不好 我看到别人家的孩子不好 我就是看看 我就走了 可是那一家的父母 如果看到他的孩子不好 他们会拼命的 想办法 去解决孩子问题 这 就意味着 我看看 我就走了 然后 什么事情没发生 可能事情还变得更糟 可是他的父母看到了 就不愿意停在这里 就愿意 竭尽所能 不惜 接待一下 去把这个孩子搞好 其实就发生了 所以说到这儿 我想起圣经另外一个故事 叫 好撒玛利亚那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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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撒玛利亚那笔是这样的 就是说 有一个人在那里 他有需要 因为他遇到打劫的了 钱被抢走 人被打烧 第一个路过的是祭祀 第二个路过的是立位人 他们路过了 他们看见了 他们什么都没说 他们什么都没做 说白了就是没有爱 没有怜悯 也没有责任 也没有担当 他们就过去了 所以他们 自己也没有经历什么 也没有给别人带来什么 但是那个好撒玛利亚人 也路过了 他看到了 圣经说他就动了怜悯 他就动了怜悯 然后他就把这个人扶起来 送到客店 并且留了一笔钱 请客店继续照顾这个人 所以这就成为了 圣经里面非常经典的一个故事 并且我们在美国的 我们都知道 有一个慈善机构 这个名字就叫 好撒玛利亚人 是大步道家 贝利克莱姆的儿子 弗兰克林克莱姆版的 在美国是很有影响力的 每一次这个在灾难面前 总有他们团队的声音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就想 我就想说 我就想说 今天 当有爱 当有怜悯 当有责任 当有胆胆的时候 没有不可能 奇迹就发生了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 不管我们孩子遇到什么问题 我们不要放弃 天无决人之路 我们做牧师的 我们做同工的 看见教会弟兄姐妹的问题 我们不要袖手旁观 我们全力以赴 天无决人之路 天无决人之路 人心气太善意 一定在这个地区 这个景象中发生奇迹 所以 耶稣是从哪开始的 耶稣是从怜悯开始的 耶稣说 我怜悯这种人 门徒的状态是哪里 门徒状态是看环境 这是旷野 从哪里得病 叫这人吃饱 所以今天 这是一个巨大的gap 耶稣里面有怜悯 他要让所有人吃饱了再走 可是门徒们 也不是不爱 但是level不够 看到的就是 我们也没有吃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们去拿钱买 我们都买不到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解决方案来了 所以我们看到 background 这是一个巨大的gap 我们看到solution solution在这 耶稣说 在这野地 sorry 耶稣问他们说 你们有多少病 他们说有七个 就说OK够了 他说 那你们就让众人坐下 然后他自己拿着这七个病 注细了 掰开第一个门徒 然后还有几个小鱼 当然都不是特别大的东西 特别多的东西 丙是七个 小鱼有几条 然后耶稣同样祝福 吩咐 摆在众人面前 众人都吃了 并且吃饱了 收拾剩下的零碎 有七个框子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讲 我想我努力把这件事讲明白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 面对困难的时候 我们可能缺钱 但是不是一点钱都没有 面对困难的时候 我们可能缺人 但是不是一个人都不在你身边 面对困难的时候 我们可能缺智慧 但是不是你一点想法都没有 所以我们不是 完全没有 我们很多时候是不够 not enough ok 当然也有一种情况 真的我就完全没有 真的我就完全没有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我们等会再讲 很多时候我们面对人生的困难 我们面对人生的挑战 我们我们不是完全没有钱 我们是有一点之钱不够 我们不是完全没有人 我们还是有几个 只是面对这么大的任务 我们不够 我们不是没有智慧 我们是有一点点想法的 但是重点在这 但是重点在这 你如果靠着你这不够的钱 靠着你这不够的人 靠着你这不够的智慧 当然我们没办法去应对 巨大的挑战 所以这里的几句方案就是 你把你有限的钱 把你有限的人 把你有限的想法交给上帝 不管是七个饼还是五个饼 不管是两条鱼还是几条鱼 交在上帝手里 上帝就会 让这些有限的东西 变成无限的力量 我不知道赵景大哥 我不知道赵景大哥是被谁请来的 我也不知道是谁通知你 让你先过来帮忙做事的 但是我在想 但是我在想 昨天赵景大哥来的之后比我还早 而且昨天很多的事情我看赵景大哥做的比我还多 所以我想表达的意思在这 我并没有带很多人来 而且赵景大哥又不是我带来的 但是当我一直在为这些事情祷告的时候 圣经说就会有天使来帮助 我相信会有神感动我们的赵景大哥来帮忙 重点还不是在这 如果不是因为昨天我们在一起共事 也没有今天早晨赵景大哥跟着我们一起聚会 所以不仅仅是昨天安州得到了多一双手帮他做事 那今天在这里我也得到了祝福 多了一个兄弟跟我们一起聚会 所以中文化讲爱出者爱烦 你所有的付出都会以另外某种形式再回来 所以现在流行的话说 遇到好看的包包就把它买下来 不是把钱浪费了 是你的钱以另外一种形式赔在你的身边 你们喜欢的 你们就把这段话记下来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真的愿意告诉我的弟兄 告诉我姐妹 有钱就花了 有东西就用了 有事咱们就把它办了 你说干嘛我花钱呢 你说干嘛我出力呀 我只想说你花了你就知道了 你参与了你就有收获了 你付出了你就有回报了 而且神说多重的多收 我们知道有一个姐妹叫Jenny 她是个律师 又在美国教会待过一段时间 深受美国教会毒害 老跟我讲什么教会要财务公开呀 什么一大堆 讲一大堆 被我一一驳斥 然后 这个 最近 我相信是上帝的工作 他终于开窍了 他理解我了 他终于懂我了 那我跟他之间有一个经典的对话 我说安州有事 我们大家就全力去帮安州 伊瓦有事 我们就大家全力帮助伊瓦 那威维安有事情 我们就全力帮威维安 那你有事情 我们也全力帮助你 那问题在这 那总有人能力有限 他付出没那么多 那总有人聪明 他可以有十分劲 他只出了八分劲 所以这个时候就出现问题了 我们帮安州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全力以赴去帮安州 等我们需要安州帮助的时候 安州就办调子 就没有全力以赴 那你说时间长了 牧师 你怎么平衡这个关系啊 你忽悠我们 我们全力以赴帮了 前面的人都合适了 我们都帮 等到后面的我们想帮了 他们就不用心了 我说亲爱的姐妹 前面你认真帮他 不是他得到好处了 是你得到好处了 圣经说 你多重的一定要多收 你的收获不一定是从安州先生回来的 你的收获是从其他方面 去回来的 所以不要限制上帝的工作 上帝的工作 是不受时间跟空间限制的 是远超过你想象的 所以你帮的人 未必帮你 但是 你在帮别人的时候 将来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 一定会有一大批更有能力的人去帮你 所以如果有人不愿意 这个向你全力以赴去帮别人 那是他的损失 但是你要一如既往的全力以赴去帮别人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在这里面 我再透露一个 我再透露一个秘密 那我们帮人是无条件的 我们不去分钱 我那天 因为詹里对钱特别敏感 我就跟詹里讲 我说詹里 这次如果安州成功了 他没有跟你分钱 没有跟伊万分钱 没有跟我分钱 没有关系 我说他成功了 他没有跟你分钱 等你 我一把境界上来了 哈利路亚 当你 当 当你 当你在那边付出 好像安州没有跟你分钱的时候 人在做 天在看 上帝会用别的方式祝福你 然后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 我说 又有我这样的一个牧师在这里 我说安州挣到钱了 我就用别的方式让安州多捐点钱就好了 我说你没有赚到钱 那我再给你一点钱就好了 我做牧师收那么奉献 不就是花的吗 所以呢 我说你就别查我的账了 我的账是相当相当相当的混乱 但是 我当牧师的地方 没有一个人会对我不满意 原因很简单 挣着钱的人自然高兴 他也愿意捐钱 没挣着钱的 也不难过 我还会给你钱吗 我用我的方式给你嘛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想从 宏观上 属灵上看 你付出了 上帝纪念 你的付出会某种形式 在上帝那里加位的还给你 因为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心要宽广 格局要大 高度要高 然后在 在微观上 你不要担心 这个谁占便宜了 谁吃亏了 在这个世界 没有谁占便宜 只有人吃亏 你记住我的话 在这个世界没有人占便宜 因为所有觉得占便宜的人都吃亏了 中国话 占小便宜吃大亏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今天我愿意我当牧师的教会 大家都傻傻的 只要牧师一说今天我们干这个 我们就去干了 只要牧师一说捐钱 我们就捐了 你会看到后面上帝无限的祝福 相反 有很多人不信的 然后就开始经历无限的遗憾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就想告诉集训 耶稣重点不是要让四千吃饱 耶稣有很多办法让四千吃饱 耶稣一祷告 四千人就不饿了 我看戴博在线上 戴博 二十一天不吃饭饿不饿 戴博一定会说 二十一天不吃饭不饿 对不对 对 阿们 所以今天我告诉你 耶稣完全可以让这几千人不饿 不用整饭 耶稣是演一出戏 演给他的门徒看 安州 五千块钱我是拿得出来的 我拿五千块钱 你可以找 请几个人把昨天的活动办得很漂亮 谁都不知道 你就觉得你这个又有钱又有能力 但是我一分钱不逃 我让 戴博贡献场地 我让伊瓦和威廉安出 出力 然后赵景大哥也来了 还有其他人 真的来了 这个活动办得漂亮 重要的不是我要把这个活动办得漂亮 重要的不是让你的客人满意 重要的是让我们的同工都经历了神的大的 我奉主的名宣告 因为昨天的事情 接下来 整个七月份 伊瓦深圳会有神迹 威廉安深圳会有神迹 詹内深圳会有神迹 赵景大哥你也要准备好 会有神迹发生 詹内最近不是嘴都乐得合不上了吗 说天上真的掉馅饼了吗 玉玲还记得吧 结果玉玲一配合玉玲露馅了 所以 我告诉你 圣经说 诗比寿更没有福 圣经的话 就是这么有力量 你信了 你照着去做 神迹就发生了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祝福伊万 我祝福威廉 我祝福 我祝福 呃 杰尼 当然安德鲁 你也要被祝福 Debra你要被祝福 所以 所以 这就是 我到现在还不入流的原因 竟忽悠自己的同工 让人家百干活 还不给钱 让人家出力 出完力以后 还得回头 谢谢牧师给我机会 我此刻已经听到玉玲在那边爽朗的笑声 因为我忽悠的时候 能感受到 有人懂了 所以这一幕是没忽悠 所以 众人都吃了 并且吃饱了 这个时候 把剩下的在意收拾 有奇狂 所以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五十年前 还是这片土地 还是这些人 美国物产丰富 社会 这个 这个也很和谐 五十年后 还是这片土地 还是这片人 美国 充满了分裂 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这片土地不被祝福 跟地有啥关系 以前大家信仰好 大家愿意奉献 愿意付出 愿意承担责任 现在变得自私冷漠了 所以今天 我们办教会 那是太简单了 我们只需要付出 不断的付出 我们只需要付出 靠着主去付出 我们就会 重新改写美国的历史 川普说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他只是说说 而你我 我们是真的能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为什么 不是我们有能力 不是我们有钱 不是我们的力 是因为我们 重拾这个美好的传统 成为一个有爱心 有怜悯 愿意负责 愿意担当的人 你们阿们吗 所以 你看 吃饱了以后 耶稣就让他们走了 百姓永远是百姓 百姓不是耶稣的重点 门徒才是耶稣的重点 我完全可以拿五千美金 帮安德鲁把昨天的活动办好 但是这不是我的目的 我的目的是让Debra 开眼睛 看看什么叫职场宣教 我的目的是让 Vivian 上伊瓦 透过付出 经历 神的赐福 以至于以后 更加甘心乐意的去付出 去支持别人 我们的教会 如果从牧师到同工 都愿意甘心乐意付出去 无条件支持别人 只有傻子才不来我们教会 这教会 你上哪找去 所以我们在北加 没等开教会呢 我们就训练我们北加的 同工去付出去 所以我听这个玉丁说 开车去很远的地方 陪一个阿姨聊天 看望一个阿姨 探访一个阿姨 我非常的高兴 就这么干 就这么做 一直这么干 一直这么做 我们在北加的教会 就像气球一样 就吹起来了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自己我相信 我相信 不管是五个兵 两个鱼也好 还是七个兵 几个鱼也好 这就是我们的现状 我们有的非常有限 但是把我们的这一点 交给上帝 分给别人 祝福别人 后面就会有奇迹 所以在我们洛杉矶 会有奇迹 在军艺山也会有奇迹 未来在纽约 在西雅图 在达斯 也是一样会有奇迹的 因为我们真的是被神拣选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 哈利路亚 主席谢谢 我现在就会有奇迹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